今天21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法国的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今天外面的温度只有6度 但是太阳很大,我们在室内感觉不出有这么冷 到这里的人算是还蛮多的 亚洲的面孔比较少 他有开始在检查证件,准备一下证件 是带高乐国际机场,然后目前的话是要去拿行李 去拿行李的话,要做这个电机的话去拿行李 所以是还蛮好玩的,因为想说去拿行李还要跑这么远 准备过关,然后他有分好几个通道 另一边的话是电通道 来这边的人也蛮多的 现在来到的是,好不容易出机场 现在来到租车的地方 有一些人在租车 基本上来法国出境很简单 就是把护照跟登机证给海关看 那看完以后就直接盖章 也没有多问,也没有多要什么任何的资料 所以反而是在越南的那个机场 checking的那些人员呢 规定很多,很麻烦 那在法国的海关 根本什么都没有要求 那法国他也是要求在公共场所要戴口罩 然后他的距离呢,只要一公尺就好了 不像越南他需要两公尺的距离 然后所以在这边的整个的管制是比较宽松的 我现在是在这个租车 然后呢,离开这个法国的这个戴高乐机场 因为在车子上拍的,所以有点晃来晃去 请大家多包涵一下 那这个租车呢,在越南呢 在法国算是还蛮便宜的 我大概租一个月的车子 然后呢,费用大概是一千块美,一千块欧元 所以算起来的话,一天大概是三十块欧元 大概差不多一千块台币 也算是还蛮便宜的 那今天的温度是蛮凉的 然后但是有太阳,所以感觉还不错 我们现在呢,就是开车前往巴黎的东边 那您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是平原 然后有种很多这个田菜羹 田菜羹是这边很有名的一些农作物 那这里的田园很漂亮 其实跟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托斯卡尼的景色呢 是有一点像的 那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要套到他的一个国家公园 叫做 Dj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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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名字就记不起来 Djoman 然后那个地方它是属于香槟区 也就是说,只有在香槟区产的法国的酒才能叫香槟 其他地方的那个酒呢,是不能叫做香槟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规定 然后呢,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Hinks的这个乡村 它是法国以前的国王,他在王冠加冕的时候都是在那个乡村里 所以那个地方算是很有名 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教堂,是很漂亮的 那稍后就带大家一起去探索